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鱼仔 它们是由香港首创研发的转机甕鱼 可以快速征测环境中的刺激素类 造成的污染,保障人类的健康 这个转机甕鱼最早的时候 是在2005年由香港城市大学 一个科研团队开始研发 原理就是将一个 诺惠尔获奖的绿色荧光蛋白 转到清漿鱼里面 当这条鱼遇到一个刺激素物质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绿色的荧光 这个绿色的荧光可以很经济 有效快速量化到刺激素 转机甕鱼有两方面的应用 一方面是对环保障人监测 例如帮助环保局、水务署、鱼龙署 对海水、河水、甚至池塘水 做一个非常有效的监测 另一方面是对日常消费用品 例如食品、药品、化妆、护肤品 还有一个安全的检测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是目前来说 对刺激素检测最快、最便宜 以及最有效的方法 申请创新科技署的 小型企业研究资助计划 对公司的帮助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申请过程中 很多专家对我们整个商业和研发的方向 作出指导 这个对我们公司有的发展 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二个就是申请后 得到一对一的资金的帮助 有这个资金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 进行研发和技术的改良 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计划 这个研发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帮助 有效地提高整个产品的营兽性 对我们继续市场的推广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透过创新科技署的 小型企业研究资助计划 不单止为企业实践创新意念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科研领域 而更低的成本 有助提升香港在若干消费的产品 和水质测试的科研技术水平 有助提高香港的产品和服务竞争力 感谢观看